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不是没有 很多人以为 哎呀这个就是身体是假的 所以身体不会痛 不是 身体是假的 是痛是一个 一个虚妄性 它是空性 那会不会痛 会啊 举身疼痛啊 这里有一个举身疼痛 但是这个痛当中呢 它形成的一个样式啊 哎这在中间呢 你觉察觉知到痛 它有痛啊 但是呢 你的清静心没有痛 不是你去教育自己 告诉自己说没有痛 不会痛 那你的腿就坏掉了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你这个打坐坐那么久 你会不会痛 会啊 我身体很健康 所以会痛啊 神经没有坏掉啊 但是痛它会不会干扰我们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痛得很难受 那因为你接受了那个痛 作为自己 那就是哎 我痛 我受伤 我不舒服 我难过 然后呢 哎 我们在这个痛当中呢 哎 觉得心情不好 是不是头痛 是不是 哎 牙疼 牙疼不是病 痛起来要命 就是那个 哎就觉得 哎好像心里面受干扰 然后自己不自在 好 那怎么办呢 因为有的人呢 是没有办法 你的身体一定会败坏嘛 那我们就要 平常就要习惯 在这个知觉当中 是敏锐 但是不被干扰 我的心是知道的 我能够觉察 这个觉察当中呢 这觉性是很灵敏的 眼根也很灵敏 耳根也很灵敏 最灵敏的就是神通啊 你看他灵敏到 他都可以知道别人的心 其实当我们自己啊 慢慢的对自己的心念啊 很专注去觉照的时候 你会对周遭的一些变化 好瞬间就有很灵敏的觉察 你会发现 哎这个温度不一样咯 这个风不一样咯 这个声音不一样咯 随时都在变化 所以为什么圆觉圣的圣人啊 他会春观百花开 秋赌黄叶落 他不是没有知觉 但是呢 他在观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现象是无常 然后他知道这个现象是无常 就让他生让他灭 痛也是如此 他是无常 他会出现 他也会灭 在出现跟灭当中 你的觉观去观察他 但是不要被他牵动 就是你知道痛 能知之心不痛 但是所知 所知的这个觉是痛觉 你很清楚能够分辨 现在没有那么痛 那现在是很痛 试试看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 当你的痛在出现的时候 你先放松 因为我们在觉得这个痛 很不要 我不喜欢 很不好的时候 你会用力的去对抗他想要忍耐 或者是想要去除 结果你的身体会更痛 但是呢先不要急着对他产生评价 或者是急着先觉得他不好 先不要注到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慢慢的你的练习啊 你的心会慢慢的会发现 诶 你可以脱离那个痛 比较不被那个痛所干扰 那虽然还是痛喔 可是你不用忍耐他 结果不忍 他反而没有那么痛 先放松 你说都已经快要痛死了 还要叫我放松 那你不放松更痛 所以呢是这样子 那不是因此就不要管他 所以骗自己说假的没有 这不是那明明有嘛 他的确是有一种变化 而且这中间呢 还有这维系的变化 那当我去觉观觉察到的时候 你可以分离出清静的觉跟痛觉 痛觉还是会啊 他会跑啊 那有时候会顺着你的神经 一直跑一直跑啊 所以呢就不是没有痛觉 而是呢你去觉察去观察那个痛 是这样子 这是很重要 很多人以为就要变成装作 假装不痛 就不是啊 就没办法假装 呜我 是